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演员来说是一个多大多大的荣耀 完全那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 少不根细的时候 所以我反而是在 命运化妆师那时候 二十五十六 第一次感受到原来生活演员 演员都会说 就是出不了戏的那种状态 是什么那种感受 我就是拍了命运化妆师之后 我才经历到 我觉得很过瘾 是过瘾的 回头去想是过瘾的 对 你比较喜欢拍电影 还是喜欢拍电视剧 我以前可以很明确地跟你说 我就是喜欢拍电影 但是因为现在这几年 我们有很多很优质的剧 然后甚至是 像华登好了 我在拍的时候 我不觉得我自己在拍电视剧 我不觉得 所以你现在问我 我反而觉得 就是只要剧本好 我就会 我就希望可以拍 那演员的这件事情 你会想要继续地做下去 然后继续慢慢地找到 做自己的方法 我觉得 我会 我会一直想要 演到老 什么状态演什么样 就是说四十岁的时候 我可能一个妈妈 然后五十岁什么之类的 我一直都很希望 我可以活到老 演到老 但至于到 找自己 做自己 我觉得 应该到老都还在找 那个平衡点 我觉得是人都是 其实 我以前都会 给自己 比如说几岁要干嘛 或是我希望几岁 可以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人 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后来发现 真的计划感不像变化 还有你的 你的心境 你当时你想 你想要做些什么时候的心境 跟 等到你真的到那个年纪 你好像 那个东西不适合那个年纪的你了 所以我现在反而给自己 没有太 多的计划 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也搞不好我十年后 开了一间饮料店 或是 选货店 也说不定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契机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契机